英国从2017年开始启动脱欧程序之后 就都一直深陷泥沼 主要是因为以微弱优势执政的保守党 无法在下议院通过脱欧法案 不过随着英国首相约翰逊领军的领军 在上个星期落幕的大选当中大获全胜 在国会握有80席多数优势之后 保守党的脱欧之路也不再困难重重了 约翰逊昨天也顺势在下议院提成了脱欧法案二读 并且顺理通过 英国首相约翰逊昨天下午正式提成脱欧法案二读 在下议院进行表决后 议长宣布脱欧法案二读以多达124票的差距顺利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的表决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同票 完全是前首相特里沙梅梦寐以求的进度 约翰逊在表决前的辩论阶段还提到 他会吸取上一任首相的教训绝对不会再延迟脱欧 下议院预计将在下个月7号国会复会时再为脱欧法案进行三读表决 虽然照目前形势来看 保守党对脱欧是非常乐观 但坊间还充斥着两极化的反应 有民众认为这是件可怕的事情 不认为这会很难 我认为这会很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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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这会回到开始 我认为这会是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厉害 不论如何 除了通过脱欧法案二读 下议院也通过了修正案 禁止延长脱欧过渡期 至明年12月31号 英国和欧盟必须在过渡期结束之前 完成贸易谈判并达成协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